所以谁所视线 即无有边不可穷尽 离分其向 谁所视线 千处祈求千处线 然后以每一个人 他的 所能理解的 所能接受的那个向 佛就开始视线圆满报身 理解 是指那个能感之机 就是修行人 你的修为到哪里 你所能见的圆满报身 就有优劣浅身不同 我们在前面的经文就解释过了 然后随其所应 常能助持 不坏不失 其实这一段话 他是从法华经里面 引用出来的 或许就把这段经文 我曾经在哪一部经看过 告诉你 马明菩萨 他真的是涉猎了无数的 般若经 他确确实实 如他一开始所讲的 他每一句话 都是依着佛所说的 把他整理出来的论障 方便我们阅读 学习 缩短我们 学习的一个时间 可以让我们事半功倍的 那什么叫做常能助持 不坏不失 佛所依的那个依报图 是佛的真心所起的线 所起的一个用 请问你 真心可以被毁坏掉吗 不行 所以这个叫做 常能助持 不毁不失 光这样解释可能不够清楚 后学把那个经文 给各位前嫌看一下 法华经里面记载 有这么一段 后学把它截录出来的 法华经很厚 他说 我见诸众生 莫在于苦海 故不为献身 其实这一段经文 这段话是在后面的 后学为了让各位前嫌 方便阅读 我把它摆在前面 我不要去弄毁 他的意思就好了 佛说 他知道 这个世界的众生 都在生死苦海里面 沉沦 他故意不现身 为什么不现身呢 令其身可养 因其心恋慕 乃出为说法 当我们很渴望 得到一样东西 却屡屡得不到 我们才会有一个 爱惜之心 我们为什么不爱 那个砖头石头 因为腐蚀皆是 然后对那个钻石 我们就恋恋不舍 因为那个想要 要不到 可是你回到本质 钻石跟石头 跟砖头 各位前嫌 都是矿物的一种 如果真的要来谈的时候 石头跟什么 跟砖头还比较有用 建筑物用它 安全可靠 如果你用了钻石呢 我想家里面就常常有 那个不速之客 前来造访 所以佛不现身 有他的用意 我们越不容易得到的 就越容易 生起那种渴慕之心 所以 如果有人起了这种 渴慕之心 希望能够 听闻佛法的时候 他就会 佛就会来视线 其实与众生 常在此不灭 出方便利固 现有灭不灭 所以人有渴望心 佛就来视线去接引他 那因为 为了这个方便 我们都认为 整个宇宙当中 就地球有生物 这句话就是告诉你 不是只有地球有生物的 其他的星球都有 那为什么我们认定地球有生物呢 其他星球没有 因为我们用地球 我们生物的生存的条件 去评断其他的地方 生物要依此条件 而目前探勘的几个星球 好像不具备这种条件 它就应该不存在 这就是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 可是我读经书就知道 不是啊 你看唯摩诀经就有 南方不动佛国嘛 那可是为了方便 他来这个土来视线的时候 那因缘到了呢 他就视线 一个入灭的状态 他是视线 但是他真的灭吗 他没有 是这边的因缘到了 他就去其他的什么 国土 如果有众生 恭敬幸乐者 我富于比中 为说无上法 难言福提的众生 这一个时节的因缘 已经到了 佛就视线入涅槃了 因为刚好在其他的佛国境 在其他的国度里面 也有众生 乐于迫切想要听闻佛法 佛就趁愿去到那个地方 为他们去做 什么 无上法的一个开示 所以如等不为此 但闻我灭度啊 但为我灭度 你们看不到这一段啊 就认为哎呀 佛已经灭度了 不是 佛的工作 永远是众生不度尽 他所有度化众生的脚步 就马不停蹄 然后在下一段经文 他又提到 神通力如是 于阿森其节 常在灵鳩山 急于诸住处 佛有神通力 那佛的神通力 让释迦牟尼佛 经历了无量阿森其节 就是无量的时间之后 常在灵鳩山 我们最熟悉 就是佛在灵鳩山说法嘛 然后有一些随行众在听嘛 我记得哪一位古近代的高僧 他曾经在好像阅读经账的时候 太过于专注 谁 请大声一点 哦 智者法大师有没有 他就觉得 他参与了当时灵鳩山的佛的法会 太专注太投入了 就应验的上面讲嘛 你太渴慕了 所以佛就视线 那这个都是神通力啊 所以呢 不是只有在灵鳩山 其他地方他都会 所以众生剑捷径 众生因为邪之剑 召改了那些所谓的大山灾 到来的时候 这个世界会被灭掉 大火所烧食 我此土安宜 那在我的国度里面 无数天人众 依然乐逍遥 不会受到任何大山灾的 那种什么 破坏跟影响 弥乐净土也是 本著于神通力 虽然未在 欲界第四天 他也能如是 这个就解释了 前面的这一句话 常能住持 不悔不失啊 所以我们就是要让自己 真的很渴望的时候 那个心有没有 就会让你好像 投入到那个镜里面 我们现在所做的 种种的功课 储备的每一个修行的资料 除了为我们的未来生 去打下良好的基础 它还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 意思在里面 那就是我们的分段生死 它有一个时间的 我们在现在平安健康的时候 正之间没有建立 面临那个生死 攸关的镜头 你看不破放不下 就会恋恋不舍 对未来有恐惧 所以无数次提醒各位前贤 不论年轻 不论老的 老的只有念经 那是因为他们的时间 没有那么多了 理解力也不够 因为年纪大了嘛 可是我们年轻的人 如果有日常的客颂 养成生理时钟 那个是最主要 让我们能够进 然后又有很多的义礼进来 让我们能够正式生死 也不过就是一个虚幻的名称 灵性本故事 它也不过是暂时告一个段落 这一生在此地的原了了 我有下一个 里程碑要去走 我没有死 就像佛一样 在这边视线灭度 它哪里有灭度 我们谈不上视线 我们这一期的生命了了 那么我们还有下一段的人生路 有下一段的因缘 我们要去对应 它对死亡的恐惧 就能够淡化到最低 所以我们年纪越大 前前要养成静的功夫 一贯到地址 真的不欠外王 因为长期以来 我们都在外王上打转 所以躁动 你在道场看到一种浮躁的 那种磁场 我们在讲师联谊会的时候 新科讲师 抱着很大的期待 因为讲师联谊会 只有街大欢喜办的讲师 才能参与嘛 所以有很多的向往啊 那个一定是很不一样的 一场法会啊 班旗啊 进去以后到了晚上 星期六晚上就来找护学 周讲师 这就是你们的讲师联谊会吗 我说对啊 我说很失望是吗 因为听那个口气就不是赞叹嘛 他说好像也蛮吵杂的 我说对 我们的特色就是 不分班级一起吵杂 哎呀 我老是讲话这么得罪人 中心那边又有一群人 每一集都听的 我快要把我自己伤到体不完肤了 我讲真话 遭动 不是说大家不要联络感情 分一分场合 如果你睡到通过有没有 那半夜三更不睡觉聊天的也有人在 都忽略了别人的存在 很奇怪啊 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 年纪越大 请不要忘记 迈向内心的灵静 不要一直像个走马灯一样 不要像个小蜜蜂 走马灯不停转 小蜜蜂飞到东 飞到西 如果正确的静 我讲正确哦 你静久了 不仿用哦 而且还能起正用 因为你无名什么 在沉淀嘛 他是清静心现前 可是如果一直处在躁动当中 他就很麻烦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没有养成一个生理时钟 这个习惯 有一天需要我们一个长时间的 往里面内观的时候 你没办法 我接触到太多凶器了 好无聊哦 再一次的强调 修道人可以孤单 但是没有无聊两个字 无聊代表内心寂寞 寂寞代表需要有伴 所以这句话是从法华经里面出来 现在理解到了 什么叫常能住此不悔不思了 因为这些都是真如所起的什么 一个像 真如不坏 所起的用 真如不坏 用就不会坏 所以 我们透过前面的经文 就给我们一个当头棒喝 虽然今天我们还是位在 凡夫地 如果我们时时刻刻 一佛念佛 二六时钟 佛不离这一颗心的时候 佛就为我们常住 这就是后学跟各位前嫌讲 求道以后 让我们知道 这一点灵光 从老母那边过来 打开了我们母子之间的 那个通道 那如何让这个期待 他一直跟我们联系着 不要求道眼观佛灯 平心静气 感觉有老母 然后以后呢 老母虚空中了 那就是你在学到以后 还能够时时刻刻意佛念佛 那佛与你不离 在我们需要的时候 佛就会假借外面环境的一个机会 他就为我们视线 为我们破 我们所遭遇的最大的一个难关 真的是如此 千辛分自己去用心体会 所以那为什么有人说 哎呀我学到他有这么多的一些的 上天给他的感应 我怎么都没有 所以古德有讲 功过在于机 不在于佛 佛没有分别 可是众生的根气有差别 众生对于学佛修行这条路的体认度 坚定性有差别 所以他来了你也看不到 因为我镜子是黑的 佛来的印不出来 还是乌漆妈黑一片 那你镜子越来越清净呢 他就有一个雏形 有一个轮廓 所以如月于气 不显现着 由气破固 千江有水千江月 那如果这一江的水 混浊不堪 像墨水一般 请问你明月可以看得到吗 没有 隔壁的那一池水有月 那为什么这一池水现不出来 池水污浊 所以古德讲 一佛念佛 佛就为我们常住 所以凡间的众生 如果能够长一笔长情 念是美色之心 我们一般人贪恋世间的美色 这个美色除了情欲之外 它还有什么 还有金银珠宝 我们能够把这些贪恋这些世俗的东西的那种心 是极为迫切的 我把它替换掉 意就是把它替换掉 而念无相者 无相者佛也 我不去贪恋人世间的这些的虚幻的东西 我回过头来 意佛念佛 择尽道理 所以孔夫子在大学也有讲 无见无未见 好得如好色者也 我们有把这个修行这条路 看得真的是生命中唯一的一个大事吗 真的把它看成大事 你都有根气的 你都是带着愿烈而来的 我们都在现实生活里面 包括我们的亲人 包括我们接触的一些的朋友 同修道办 你不难察觉到 有一些的修行 它是有人拉他走 有人拉他就停在原地 注意到没有 这个就是因缘的生险 不一样 所以如是功德 皆因诸波罗蜜等 无漏心虚 行虚啊 佛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圆满报身像 而这个圆满报身的 形成的原因在哪里 像的美好 真正的推就 它的原始形成的一粒种子 就是因中修百恨 果上成一像 它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行六度波罗蜜 不断的在熏习他自己 他做了很多 不思议心之所成就 听经文法 参禅打坐 乐善好事 造桥铺路 排难解分 那这些都是什么 一些所谓对修行有助益的工作 那诸佛在因地修行都圆满具足了 所以才会具足无量乐相 所以现在众生看到佛的像跑的时候 心里会油然升起伐喜之乐 这个称为暴神 那跟阿罗汉 还有凡夫帝 姓魏之前的凡夫 他所看到的那个硬化身 是有差别的 感谢观看